哈囉,我是Catie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今天有施工,不好意思 所以你們可能一直會聽到 嗯嗯嗯的聲音,請見諒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用怪產品上妝 就是我最近正好買到一些 看起來比較不是我們平常想像中的 彩妝或是工具的樣子的東西 比如說你們看這個 它是掃把形狀的刷具 就是一些奇奇怪怪的東西 然後就想說乾脆把它們收集起來 拍一集用怪產品化妝 跟你們分享 因為搞不好這些東西很好用 我大部分都還沒有用過 好,首先第一個應該算是 今天比較正常的東西 它是Beauty Blender的粉底液 那它特別的地方在於呢 你這樣看是一罐正常的粉底液嘛 然後這一個呢 它其實是一個成粉底的盤子 就是你要用的時候呢 是直接這樣子 按 它就是從這邊擠出來 然後如果你是用Beauty Blender 你就可以直接這樣沾 或者是我發現它很好用的地方是 你可以拿來調東西 粉底液本身我其實沒有很推 它對我來講有一點點太乾 就是我用一天之後眼下會出現乾紋 而且這粉底本身是全霧面的啊 那如果我想要一些珠光 或是光澤感的話 也可以直接這樣子在這邊調 就很方便 但今天上妝呢 我們要用Beauty Blender 我想要是用這個 新買的刷子 它是 Real Techniques的 巨大Kabuki 你看喔 它超大 超級大 一個這樣蓋上來就是我臉的尺寸了 那這個它產品說明是用來上粉狀的產品 它主要是可能想說讓你可以上在身體上比較大區域 可是我覺得它的毛的長度 軟硬度跟密度 應該很適合拿來上臉部的粉底 那我們就直接來試試看 因為我剛剛調好的粉底液 先這樣點在臉上 接著用這個刷子 欸你們先看一下 這刷子超漂亮的 它質感做得很好欸 我覺得它這個質感完全就是很像那種一支兩千多塊的刷子 它質感真的非常好 然後毛的質感也是很好 刷在臉上 喔 舒服 刷在臉上超舒服的 然後上粉 欸 可是它會掉毛呢 我一刷上來 就 掉了根毛 所以它是會掉毛的 嗯 這真的可以上粉底的欸 這好用 你看它有一個怪味道 可能就刷子有時候新的就是會有一個味道 如果你會建議的話 你可能買來要先洗過 上得很勻 你這樣打圓的 不會有刷痕 嗯 喔我喜歡它上起來的那個感覺 而且使用感受真的非常的好 超軟的啦 你這樣在臉上畫圈圈 或是直接這樣子刷 都不會有任何硬硬刺刺的感覺 喔這個毛質真的超好的 哇它盆上很勻 但我今天不知道用了什麼 妝前跟底妝好像打架了 所以臉上有點起屑的狀況 臉上起屑跟我用的粉底 還有這個刷子都無關喔 應該是我前面的妝前保養起屑了 好 這個刷子真的很好用 好再來我用遮瑕膏 遮瑕膏不是重點 重點是 我要拿 拍遮瑕膏的東西是這個 Sample Size的Beauty Blender 你們看它多幽默 這麼小一個 其實是扁扁的 然後它上面還附了水給你用 從這邊打開 然後拿出了我的 超迷你Beauty Blender 這真的超迷你的啦 好好笑喔這個東西 好再來上面是水 我不知道這樣撕它會不會 好它是一個這樣子 雨波包裝的 所以不會灑出來 它這邊有做一個縫縫 應該是讓我開 我真的很怕把它灑出來 欸 欸 欸我搞不懂 這是要整個撕開來 浸泡進去 還是這樣子撕一點 啊啊啊啊 然後把水滴上來 這個Sample真的超奇妙的啦 這Sample的 使用方式很困難耶 好把它淨濕了 它說乾的是這樣子嘛 然後你淨濕之後它會變兩倍大 有喔 有它長大了 好一樣淨濕之後呢 然後把多餘的水分壓掉 接著呢 我先把遮瑕膏 擦刷 然後用它拍開 這麼小 這個你如果要拿來上粉底 應該上班會遲到吧 這個真的超小的 可是它還是有功用的 就是還是可以這樣子拍開你的底妝 可以的 只要很有耐心 我連拍遮瑕都要很久 這個真的要很久 但是我覺得這個Sample的Beauty Blender 它是真的能夠把你的底妝給抹勻的東西耶 可是我發現它這樣小小的啊 你如果是要拍細部還蠻好用的耶 我覺得Beauty Blender可以乾脆出這種扁蛋耶 扁蛋在細部的地方我覺得用起來還蠻不錯的 這樣嘴角可以塗得很精準 所以你們可以看到我這樣拍啊真的很久 你千萬不要想用這個來上全臉底妝 你會崩潰 好 上好了 意外這個Sample Size的Beauty Blender 我還蠻喜歡的 這一個奇妙的東西 好我底妝跟遮瑕都上好 接著要用蜜粉 這一罐蜜粉呢 它的包裝非常的漂亮 那取用方式呢也是很正常 在妝效上面也是很正常 可是它有一個地方真的超級不正常 它有腳臭味 它真的超臭 就像你老公你男朋友一個禮拜沒有換襪子 那麼臭 這個真的很臭 然後我一開始以為是不是我買到有瑕疵的東西 後來發現不是 因為我看別人分享也是說這個有股怪味 這個的味道真的 這個 我不管它妝效有多好 我都沒有辦法用它 因為它真的太臭了 好然後用來上蜜粉的啊 我要用這個怪怪的Beauty Blender 它是Beauty Blender的粉撲 它是長這樣 它好重喔 欸好奇怪喔 就這邊是絨毛 然後這邊是 不知道說不上來怪怪的海綿 算是有一點塑膠感的海綿 我來看一下產品說明 我把它弄壞了 我剛剛手劍想要翻開看它裡面是什麼 結果 我就把它弄壞了 這邊破掉了 好傷心喔 好 但是我剛剛有成功把它翻開來 看到它裡面是有一塊矽膠 就像那種矽膠粉撲一樣的 好我不想再翻開來 反正它裡面是有一塊矽膠 所以它這邊啊 觸感是這樣子很Q彈 就像QQ彈一樣 那它的產品說明是你這邊上粉 那你上完粉如果有需要加強的地方 你可以用這邊再去抹 好我來試試看 好我直接來搭配這個蜜粉用用看 那因為它要這樣子沾粉啊 這個蜜粉它的蓋子是沒有辦法這樣沾的 所以我把它倒到蓋子上 這個真的很臭喔 就是你在拍的時候都會聞到臭味 所以這個 奇怪這蜜粉味道為什麼 那麼的詭異 好臭喔 它連這樣子飄在空氣中我都會聞到那個臭味 而且它是有持續性的喔 就是你拍上之後還會有一下子 一陣子就幾分鐘 會聞到它那個臭味在你的臉上 可是我覺得 這個跟我們平常菜用的日系蜜粉 裡面會附的粉撲 有差別嗎 用起來是一樣的感覺阿 除了它有這個尖尖頭之外 沒有什麼特別的差異阿 所以這個 就是一個形狀取勝阿 這也不便宜耶 對啊 那我還比較喜歡這種日系品牌的粉撲 好不過它這個尖尖頭是還蠻方便的 如果你就只是要做眼下定妝的話 你就可以 很精準的 蓋到眼下 那像這種日系粉撲 你要很精準的蓋到眼下 你就需要這樣子遮 而這樣比起來我還是寧願買日系的粉撲耶 他說這一面可以加強 我現在 就看看 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阿 這一面是用來 拋光的 阿對對對 會拋光拋光的 可是 拋光的話 主要還是看你的粉質 適不適合拋光 這個 這一面我不喜歡 然後 這一面用起來 就跟你平常 買日系蜜粉裡面會附的粉撲是一樣的 它除了摸起來 手感比較好 因為它裡面這邊是有一個QQ的矽膠 所以摸起來比較舒服 還有這個尖尖頭 你可以比較方便的 弄到你的眼下 其他我覺得沒有什麼特別好的地方 然後我發現一個缺點就是 它讓你手這樣塞進來嘛 然後它裡面又有這樣子的矽膠 所以它這裡面其實是不透氣的 所以我剛剛這樣塞一下 我手已經流汗了 這個 這個我不喜歡 Beauty Blender的這個 奇怪粉撲我不喜歡 好接著我們要讓這個 怪怪的掃把刷具上場 這個也是Real Techniques 我到現在臉上還聞得到這個 角臭粉的味道 這真的很臭 莫名其妙的臭 雖然說它的妝效還滿漂亮的 就是它會讓毛孔有柔膠的效果 但是它真的太臭了 我沒有辦法忍受 掃把刷具組 它一共三支 長的這個是蜜粉刷 還有 塞 唉唷 它的包裝上面 有那個熱熔膠嗎 就要黏住固定刷子的東西 可是它的熱熔膠已經融了 所以 啊 它整個 這個東西 它上面有一個固定的套套 拿不掉 唉唷 討厭哪 就是 會讓你的手沾到熱熔膠 討厭 討厭包裝設計不良的產品 好 再來小G的是眼影刷 先來用這個蜜粉刷 那我不要再刷絞臭粉了 蜜粉刷我拿來刷修容 好了 用這個Cavon款的修容 如果你想要你的修容 是自然效果 你就可以用這樣子鬆鬆的刷子 會非常的自然 我現在臉上刷 唉這個 這刷子很舒服耶 而且它的毛接觸臉的範圍夠寬 然後夠軟 也夠蓬鬆 所以 如果你想要用拍的 因為它這邊面還蠻寬的 你要用拍的是可以的 可以這樣拍一拍 然後再刷 唉這個是可以 這蜜粉刷 感覺很不錯耶 嗯 蜜粉刷我喜歡 那我拿來刷修容的效果 就會很自然啦 就不會說可以看到那種 修容的線條 等於說只能幫你的臉 加一點陰影的感覺 好這組的第一個蜜粉刷 過關 我覺得非常非常的好用 好 來我鏡頭拉遠一點點 我們來上腮紅 這個 它的刷子看起來 尺寸跟範圍都還蠻剛好的 好然後搭配我最近很愛用的 倩碧小花 05號 Nude Pop 這個顏色我覺得真的非常非常的好用 不過它的顏色比較淡 就是你需要沾比較多 或是來回刷比較多次 才會看得到明顯的顏色 好 我發現我不應該用Nude Pop 因為它顏色太淡了 會看不出來這個刷子的取粉力如何 那我來改成用這個17號 比較重顏色的看看 好一樣刷 取粉力還不錯 可是 喔這不錯耶 就是你可以控制它接觸臉的範圍喔 你看 這樣子其實它接觸的是一點點 那你可以這樣子 它就是接觸比較大範圍 所以你可以刷到局部 也可以全部的刷到 那這樣等於你在沾粉的時候也要注意 你可以只用這邊來沾粉 欸 這可以刷打亮 好那我們現在直接用這個刷子 搭配Fenty Beauty的這一顆打亮 用這邊 你們看喔 它可以這樣子一點點沾粉 接著在這邊 局部的刷 這刷子好用 因為呢 它這邊你們看喔 它這邊做得很聰明 就是讓你這一個角落 是可以獨立成另外一個比較精細的打亮刷的 你們看到它的形狀 欸這刷子好耶 這刷子好 它把打亮上的很漂亮 而且打亮上起來是這樣子均勻的 因為有的可能刷起來會太集中 你會看到一條線 可是這一個呢 因為它毛是這樣蓬鬆的 所以刷起來是很均勻的 這刷子好用 但是 如果站在多功能的角度上 這一個刷子真的是可以多功能使用 而且用起來都還蠻上手的 可是如果你是要找一個 它真的要上腮紅 可以上得很漂亮的阿 還是比不過專門的腮紅刷 但這個我覺得 以它整體的實用性阿 還有實用感受起來 我覺得算是非常非常好用喔 這個 這個可以 好再來眉毛呢 我要用這個 Benefit出了一個 長得怪怪的 多功能原子筆形狀的眉筆 它裡面很好玩 有深色眉筆 淺色眉筆 還有遮瑕 遮瑕是讓你可以把你眉毛的線條 弄得更乾淨一路 然後還有眉骨打亮 就是四合一的 那這個呢 我有在Facebook做介紹 所以大家可以去Facebook看影片 那我現在這邊就是 快速的把眉毛畫好 好 好再來眼影呢 不是什麼奇怪的產品 它是Charlotte Tilbury的 聖誕節十二色限量彩盤 Charlotte Tilbury是我有個 非常非常喜歡的品牌 然後你們先看一下這個眼影的配色 眼影配色真的還蠻漂亮 我一開始收到用 就覺得好像還好 因為就沒有什麼特別令人驚豔的地方 可是後續就看到泰泰一直在推這一盤 我覺得 好我一定要喜歡它 那泰泰 欸你們知道泰泰是誰嗎 我把他照片放在這邊 泰泰他主要是用Facebook的一個部落客 我不知道該怎麼形容他 反正他主要是用Facebook 然後他畫出來的妝真的都非常的漂亮 他的臉就是生來化妝的 反正大家可以去follow一下泰泰 受到泰泰影響我就開始覺得 嗯這一盤配色很漂亮 然後他們的珠光啊 他這一盤的珠光厲害 你們看一下喔 他這一盤的珠光是閃耀 可是很細緻的 就Charlotte Tilbury的 他們亮片眼影非常的厲害 他亮的程度 跟Tom Ford的是比較不同的風格 就是Tom Ford會比較再更誇張 會再更囂張一點 CT的眼影就是 比較有一點低調奢華的感覺 反正他們家的眼影我真的 非常非常非常的喜歡 我剛剛搭配的是這個眼影刷嘛 你們看他好扁喔 我不知道這個用起來 到底會不會好用喔 我們直接來上看看 唉唷 唉唷 欸 好像還不錯耶 絕對不是一用就可以上手的刷子 可是呢 好像 還行 因為我剛剛一放上來發現 他會在你的眼睛直接變成一條線嘛 就是很重的一條線 可是他可以刷開耶 也或者是這個眼影粉質好 用這個刷具你千萬一定要選好粉質的眼影喔 因為如果你用到比較不容易暈染的眼影啦 他可能就會有一塊在這邊刷不開 那這個這樣搭配起來剛剛好 展現了眼影的粉質有多好暈染 再來我用這個顏色 放在眼折 那再眼折 不知道是我的技術不好還是 這沒有很好上手耶 我覺得這支眼刷是一定需要花時間相處的 可是他還蠻妙的 他真的可以把眼影暈染得非常的好 好 眼下也用他 試試看 找到他的出路了 他刷眼下超級好用 這個刷眼下超好用的耶 刷眼下超級好用的 所以這一組 三支奇怪的掃把刷 我覺得還蠻好用的耶 只是我現在眼影 可能範圍比較不好控制 還需要跟他多花一點時間混手 可是呢 他真的可以把眼影暈染得非常非常的均勻 這一點還蠻神奇的 好 再來我用他來上亮片的色試看看好了 我穿這個 蜜桃粉 這刷子我覺得我還蠻喜歡的耶 他這樣刷這個顏色 可以看到他上的很均勻 我再拉更近給你們看喔 他可以把粉這樣子刷得超均勻的 然後跟腮紅刷一樣 你可以藉由角度調整他接觸到你的皮膚面積 進而調整到你上眼影的範圍 像我現在想要紙上在眼褶裡面 這樣子 他就會 紙上在我的眼褶 這個 好用耶 好 那我用他試試看 眼頭打亮 眼頭打亮我都是放在這邊 稍微暈開 可以 可以 這個眼頭 欸 這看起來很難用 結果還蠻好用的耶 眼頭打亮也行啊 喔 這個拉稍微遠一點 你看 這刷子也好用 所以這一組 三個奇怪的刷子都好用 你不覺得這刷子看起來很像 是古羅馬戰士有一種頭盔 它上面有毛的 這超像的耶 這超像 欸這好用的這一組可以買 這組我好喜歡喔 鏡頭拉回正常的距離 然後我剛發現一件事呢 就是我這次有賣大量 我剛剛忘記了 我剛剛用打亮的時候 居然拿了舊的 我這次其實有買這個 也是Charlotte Tilbury的 這個 超酷 你們看一下喔 外包裝好 看起來沒什麼 就是他們一罐的萬佛巢中包裝 裡面打開來 它是金條 它是金條 我又不覺得超好笑的 雖然是金條打亮啦 好 那我現在呢 眼下還沒有打亮 我一樣用這個眼影刷 然後刷在這邊 欸我覺得這個眼影刷 還蠻萬能的耶 然後 這個打亮 我剛剛這樣刷這邊 還蠻漂亮的耶 嗯 這打亮漂亮 只是它這樣子很漂亮啊 你就捨不得用 你知道嗎 你看我就是 只敢沾旁邊 捨不得沾上面 這打亮我有點 想要買兩盒耶 一盒你知道 供著觀賞 然後一盒真的拿來用 你看我上在眼下的效果很好耶 這個刷子我覺得真的是一萬好用 它可以是很多功能的 就如果外出旅行 欸其實外出旅行 像這一組蜜粉跟修容 可以用這一支嗎 腮紅打亮可以用這一支 眼影的話它可以完成很多 就是低層的打底 眼摺色 甚至眼線色 眼線色我們給大家試試看 然後眼下眼頭的打亮 這一支都可以耶 這一組超級多功能才 三支可以完成超多事情的 好再來我們試試看眼線色喔 這一支 好這一支啊我覺得它 沒有辦法畫出線條 可是 它可以畫出眼尾的深邃度 然後像如果你要貼著睫毛畫深色眼影的話 它也可以非常非常的貼 因為它真的很扁 它超扁的 這樣子的效果我喜歡耶 好我剛剛已經先把眼線跟睫毛快快的補上了 再來我要用這一盤金條打亮 可是我剛剛已經不小心用打亮了 我先用粉底把這些蓋一下好了 好 粉底蓋好了 我把剛剛用的打亮蓋掉了 再來再來金條打亮 我們先讚歎一下它的外表 喔真的超美的 而且很可愛這張小金條 再來刷色 我現在真的是不願意破壞它上面的紋路 所以我從旁邊 喔 超級滑順顯色喔 你們看 這根本是金箔的閃度啊 好 再來中間這個玫瑰金 再來是這一個 喔 骨銅金 你們剛才第一次看到我 捨不得把東西從中間摸下去 再來再來刷色 第一個 喔 這真的是黃金色耶 玫瑰金 啊 我摸太小條了 我真的捨不得直接摸上面 玫瑰金 喔 這玫瑰金好漂亮喔 漂亮耶 好 再來 骨銅金 你們剛有看到這樣畫過來的那個 顯色 然後它就馬上整個貼合皮膚 喔 這粉質真的超強的 這個 以我們的膚色是沒有辦法當打亮 可是拿來當成是眼影主色一定很漂亮 好 那我就先用這個 金黃色 你們覺得是不是真的 應該要再買一盤來供著 你看我現在 這質感在旁邊一直不敢碰到它中間 哈囉 要來刷了要來刷 喔等一下 上打亮之前我們先讚嘆一下 我剛剛壓的氣墊是這個TOMFORD TOMFORD氣墊的妝效真的超級漂亮 而且遮瑕膏還蠻好 你看我剛剛已經蓋了遮瑕膏還是有點痘印嘛 那再蓋一層氣墊 只是它這個很深才看得到 其實它基本上都 都看不到了 這顆真的太好用了 雖然說它還蠻貴的 可是我覺得有對得起價錢 好 來來來打亮 看好囉 唉唷 它打亮上在臉上會有一點點黃色的感覺 就真的是一個 金黃打亮 好 這一個金黃色我沒有很喜歡 那我們換另外一邊臉頰用這個 玫瑰金 有點想放棄耶 我就是沒有辦法不沾到正面啊 好煩喔 好 這邊換用玫瑰金色 玫瑰金的顏色我比較喜歡 然後亮度也比較低 低低 喔 喔是可以疊加的 哼 不小心上太多了 啊玫瑰金的顏色我喜歡 喔 漂亮耶 玫瑰金我喜歡 好漂亮喔 金黃色我覺得還蠻上鏡頭的 就在鏡頭上看是很漂亮 可是 我自己眼睛照鏡子 覺得它這邊真的就是有一點黃色的感覺 在鏡頭上面是很 很漂亮的金色光芒 嗯 所以金色這一顆可以當成是 上鏡頭用的 然後 粉色這一顆呢 就是日常使用 然後骨銅色這個我上一點點 在 臉頰 側邊這邊好了 好我現在已經完全放棄了 我就直接沾它上面了 欸骨銅金這樣上起來有一點腮紅的感覺 還蠻漂亮的耶 不會說讓你的臉看得粗糙 它意外的是有修容的效果 我喜歡 而且 骨銅色搭在這邊 然後上面這個金黃色 就看起來不怪了 反而就看起來不黃了耶 我好喜歡喔 欸我真的好喜歡喔 用這個大蜜粉刷沾骨銅色 然後勻一下 我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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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很喜歡 尤其是上了這個之後啊 整個這邊 就更漂亮了 我現在沒有上腮紅喔 我剛剛底妝 用這個壓掉之後 我沒有再上腮紅 我喜歡 這是要進入戰不絕口的狀態 真的很喜歡 好再來 好我要直接用了 不管了 直接往它上面嚕 這好漂亮 你們看一下 原本想說 用這種有珠光的骨銅精 拿來上來這邊 會不會怪怪的 不會耶 就是整個臉 有沒有那種 那種運動美人的 運動美人 這樣講好奇怪 反正就是有運動 曬過太陽的那種 臉部 才有的線條 這一盤是限量的 各位想要買 趕快買這一盤 真的很可以 然後Shadowtivory的東西 包裝我都非常非常喜歡 就是它很精緻 很奢華 可是又不會太鋪張 不是整個 香香香那種很鋪張 就每次買他們家的東西 都會有收到精品的感覺 真的 這好用 這真的好用 再來 你們看一下 它的包裝 是不是很像煙盒 我現在打開給你們看 它就是外包裝像煙盒 裡面的產品呢 像香煙 不覺得很像香煙嗎 就是像 比較久以前那種 上流社會的女生 其實在 好像是50 60年代吧 他們流行抽煙 然後他們的煙呢 都會 裝在一個 那種我不知道怎麼講 反正它的煙都會裝在一個 細細的東西上 你看到大利赫博恩的電影 裡面就會出現 它就會拿著一個 黑色細細的管子 然後這樣子 很優雅的 抽煙 這個很像 它就是仿造那種 比較久以前的仕女香煙的造型 然後它包裝盒 還特別做成煙盒 我覺得超酷的 然後這一盒裡面 是有三支唇膏 可是它三個 不是獨立的唇膏 就是它金色這一個呢 是唇膏的管身 然後 有三支是 補充蕊 那我之前已經有用過這個 香煙唇膏 它的質地 嚇死人的滑順 然後呢 我現在直接用 我今天唇況沒有很好 就是昨天睡前忘記擦護唇膏了 它的滋潤度跟服貼度 會讓你懷疑 你以前用的唇膏 到底是發生什麼事 它真的 你看 我今天嘴巴是有死皮 是有乾燥的狀況的 可是它是可以這樣直接 完全 完美的 服貼在我的嘴巴上 我們看一下 然後它的顯色度 這款唇膏真的是 呃 它整個發色 然後滑順 滋潤 跟它不顯死皮 不卡紋的這種狀況啊 超厲害 然後妝感呢 是這種 比較cream狀的 那我現在嘴巴上 這個色號 是my one desire 有一點 玫瑰裸粉的感覺 我覺得這顏色啊 你們遠距離看 是一個很有氣質的 日常色 然後再來另外兩個顏色 我也刷給你們看 它用法很簡單 就是把它拔出來 放進來 欸 所以其實 如果你不想要買管身的話 這一支 它其實也是一個獨立的唇膏 因為這一個還蠻不便宜的 所以我會買這一套啊 所以它這樣套組起來才48英鎊 算起來是非常划算的 所以我才買了這一套 欸這顏色 是一個 很漂亮的裸膚紗 啊這個顏色好漂亮喔 我現在卸掉擦給你們看 你們看它有多滑 然後因為它細細的啊 所以你要畫唇峰唇周 都還蠻好描繪的 好你們看 其實淺色的唇膏是 最難做得好看的 可是你看它這麼淺 還是超級貼合我的水唇 不會看起來像生病 它就是一個很裸的裸色 那如果你眼妝啊 腮紅這些有搭配好的話 這顏色真的超級漂亮 好再來 第三個顏色 我剛剛發現它的色號啊 是有寫在這上面的耶 上面有寫色號 這樣設計還蠻漂亮的 Oh my God 這個顏色 它豈不就是我最喜歡的這種 豆沙色嗎 再擦給你們看 我原本一直想要 手上刷色給你們看的 這一盒裡面三個顏色都好漂亮喔 這種顏色啊 你知道就是我本命色啊 我一直看到這種 豆沙色就無法克制 好 拿去 You are my 好漂亮這顏色好漂亮 我好喜歡這種顏色 喔 天哪 喔 你如果在外面補妝 你拿出來這樣子一支細細的 非常優雅的 這樣子 補你的唇菜 我會覺得整個人都 整個會有輕飄飄的感覺 這種就是女神用的啊 喔喔喔 這個包裝上的手感做得非常好 就這邊是重重的 手感好 然後整個質感的呈現也非常的好 然後妝效更是好的無法挑剔 所以 Hourglass這一個香菸唇彩啊 我個人是非常非常非常喜歡的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用怪產品化妝 那我在最後趕快總結一下我比較喜歡的東西 首先 這個刷具 真的很好用 這個上蜜粉跟上修容都很好用 然後這個上腮紅打亮很好用 然後這個呢 上眼影你需要時間練習 需要時間跟它混熟 可是它其實真的非常多功能 就它意外的可以把粉刷得很勻 這一組刷子我非常非常的喜歡 然後香菸唇膏這個我之前也就用過了 我非常的喜歡 尤其是它給人那種優雅的感覺 然後呢 shout out tivory的金條打亮 超美 這個真的超美 不管是包裝造型 還有用在臉上的妝效 完全無可挑剔的完美 再來real techniques的這個 大膨膨刷 其實你這個要拿來鋪蜜粉 或者是身體上打亮什麼的都可以 那我剛剛前面是用它來上粉底液 也是非常非常的ok 所以這個 尤其是它長得那麼漂亮 好 今天用到的東西大致上我都還蠻滿意的 希望你喜歡今天的影片 那也不要忘記訂閱我的頻道 掰掰